大家好,欢迎走进行风子说体育 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李月汝 李月汝今天代表芝加哥天空队 战胜了洛杉矶火花队 他出场达到了十分钟 拿到了四分五个篮板 从这个数据上来看 确实比之前的几场比赛有进步 不过呢,还是没有 就是机身主要龙幻阵容的这个地步 和韩旭还无法相比 李月汝呢,其实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去适应球队的体系 毕竟芝加哥天空队是一支强队 他没有更多的时间给李月汝更多的机会 他首先要保证赢球 在赢球就是板上钉钉的情况下 才能够给予李月汝一个机会 而不像韩旭 韩旭的自由人队相对来说是不如天空队 所以呢,韩旭的出场时间是大把的 平均每场都是二十几年钟 但是李月汝真的不同 不过相信李月汝的表现已经得到了队友和主教练的信任 相信他的出场时间会越来越多 如果每场比赛出场十分钟 拿到四分五个篮板的话 那么他这个还算比较稳定 希望呢,李月汝再接再厉 不要放弃 要一直坚持梦想 在训练中好好训练 在场上完全严格执行主教练的战术 和队友进行精密配合 这样的话,李月汝的出场时间绝对会越来越多 另外呢,李月汝也要加强语言的学习和队友和主教练的沟通 只有适应了美国的生活才能适应WNBA比赛的节奏 这是相辅相成的 希望呢,李月汝能够和韩旭那样 就是非常的适应WNBA这样的比赛方式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李月汝也是能够打上天空队的主力龙患的 可能也能够出场到每场二十多分钟 需要他保证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不要出现太大的伤病 希望他和韩旭在WNBA两翼齐飞 互相比拼着 这样中国女篮的两名中锋 才能够让我们看到中国篮球未来的希望 当然我们也希望更多优秀的 国内的打WCBA的人才 也能够再向WNBA发展 像李梦这样的球员 也是能够到WNBA冲一把的 总之呢,我们希望 WNBA的中国球员越来越多 现在的NBA的球员 NBA的中国球员确实是比较难 因为今天选秀大会 四个球员一个都没选上 现在全靠女篮了 好了,加油 姑娘们,加油 中国女篮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